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卖自己女儿给儿子铺路 还真是好算吧 我今天就算是嫁给一个死人 也不会嫁给那个什么狗屁王总 你真的愿意嫁给京婷吗 哪怕她已经死了 我愿意 无论生死 我这辈子都认准了她 没能成为你的遗憾 最最遗憾 不好意思啊兄弟 为了摆破扎堤 我只好先留你一下 认真我这个死人 有意思 霍哥 怎么用我这样照片 不是 少爷 您平时也不爱拍照 老爷子只能把你的毕业照拿过来凑书了 对了 您没死的事 打算什么时候告诉老爷子 这事先不及 咱们把非接诗诗的内鬼找出来一起说 还有 刚才那个女人听清点 看看她接近陆家有什么目的 啊 something in your eyes tell me who i am something in my heart whenever you're near 啊 这个人 怎么有点眼熟啊 有意思 嘴上说喜欢 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 苏建民 你们两个还真是阴魂不四 不过很可惜啊 你们的算盘要落空了 我现在呢 你就嫁人了 都是因为你这个妓儿 还得王祖彻辞 我们公司都快破产了 弟弟 自己没本事 就不要怪老天 你 儿子 别跟他废话 把点东西他就老不吃了 臭丫头 还敢跑 狗坏 好 好姐姐 看你这次还怎么谈 王总打电话 好 好 念念 我的宝贝 亲爱的 你是谁 别动我 我可是陆家的媳妇 你要是敢动我 陆家是不会放过你的 陆家 陆金婷已经死了 你觉得我会怕他吗 再说了 睡死人的老婆 不是更有味道 更刺激 来吧宝贝 你们是谁 你没事吧 帅哥 救救救我 我昨天晚上跟陌生人睡觉了吗 请了 帅哥 还玩点刺激的吗 不可能 我才没有那么变态呢 一定是他 你这个死变态 你放开我 你什么意思啊 你搞得好像我对你称人之威一样 不是你称人之威是谁啊 又不是只有你被绑着 这 你自己看 这是你昨天晚上对我霸王意上钩留下的证据 我怎么可能会对你称人之威啊 不可能 你还不行 幸好我录了证据 自己看 哥 帅哥 你是能跟官吗 我能力够了 学长 也给你 真有钱 看清楚了没 谁在这那个受害者 老天爷 给我一条地缝 让我钻进去吧 啊 那个 昨天的事情 真是对不起 阿拉松 就跟男人酒喝多了一样 你只是被下药了控制不住自己 我懂 对对对 恩人 你说的太对了 你的大安大德 救命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那既然是救命之恩 你要不考虑一下以身相许 以身相许不可能啊 我已经结婚了 昨天那么威胁你老公不来 考虑一下改嫁吧 他已经去世了 我隐约记得 你昨天才结婚了 我们明婚 怕不怕 我怕什么 倒是你 年纪轻轻又这么漂亮 你愿意下个死呢 我们当然是因为爱情 我们 你们不懂 满嘴好话 真要是爱我 我这个大活人站的面前 你能认不出 恩人 你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不是说你不以身相许吗 我老公今天头七 我赶时间 我先走了 还有这种借口的 嫂子 你也别太难过了 今天我哥头七 你这样 他在天之灵看见也会伤心的 是啊 年年 你先回房间休息 别太累着了 嗯 你 坐下 什么事 还得避开我嫂子说 你哥英年早逝 连个后都没给我留 你帮你哥 留个后吧 我怎么帮 当然适合你嫂子了 老头子 你就那么确定我哥死了吗 这都多长时间了 要不这样 你和念念 先培养培养感情 我不干 不孝子 你要是不去 我 我就把你赶出陆家 陆静庭 你听到了吗 老头子 为老不尊 你快回来 爸 念念 你这是要出去啊 我朋友叫我去吃个饭 真不知道那个南公关 是怎么找到我联系方式的 看来这顿饭 我是必须得请了 叫陆成送你去 陆成 哎呀 哎呀 哎 嫂子 您又请谁吃饭啊 我的救命恩神 恩人 恩人 嗯 无松资所 恩人 恩人 这儿这儿 走走走 怎么请我吃饭还要带个人啊 我这不是已婚人是吗 单独和男人出来吃饭 容易让人误会 哦 尴尬 避嫌 哈哈哈 那个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林沫 林沫 好名字 哇 陆陆陆 陆陆陆 陆陆陆陆 陆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贵人是吧 我叫林沫 陆陆陆 就是把他在外婆那边用的小名都给搬出来了 哈哈哈 林沫 我叫陆成 咱们之前在陆家 陆陆陆这阴火 差点把我手弄弯了 看我怎么整他 嫂子 我问你个事 我哥给你托梦了没 他昨天晚上给我托梦了 托什么梦啊 他说 他知道他有媳妇之后 就复活了 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 怎么了你说呀 一看就是小头哥了 有点难以控制 你 哦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认识 认识 不认识 你们两个认识 认识 你说 怎么能不认识呢 这不就是我哥这些那个 灰烬如土的朋友吗 你哥的朋友 我竟然误会人家是南公关 真是尴尬死了 兄弟 你是不是想追我嫂子 怎么能装不认识我呢 可 喂 嗯 我马上过来啊 嫂子 我有点事得过去 去吧 嗯 你有事就先去忙 我跟他顺路会送的 兄弟啊 你记住 朋友妻不可欺 对了 你和陆进 我老公 是怎么认识的 就会认识的 不是很熟 劝你听爸爸的话 我让你妈妈在医院发起小事 我可不能保证 苏八皮 这个王八蛋 竟然敢用我妈威胁我 发生什么事了 要不要我帮忙 我的好女儿 这朝梦中捉鳖 怎么样啊 把她抓起来 梦中捉鳖 我看 你才是那个老王八蛋 你赶紧把我放了 你死 我让你妈生不如死 你搞清楚 现在是你落在我手里 赶紧放了我妈 要不然有你好受的 我是你老子 我还是你爷爷呢 我说 我说 你说 怎么样 早上那个粥好喝吧 念念 是妈妈连累了你 妈 你又来说了 不要想太多 好好养病 困了 那你先睡会儿 今天的事情多谢你了 不仅仅借我保镖 还帮我妈转院 所以你嫁给陆景廷 就是为了摆脱苏家 你怎么这 说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是吗 那这次怎么谢我 那 我请你 你先接吧 老大 您外婆刚刚差点进医院 外婆怎么了 她不知道您飞机失事的事情 以为您这段时间消失 是这个比自己 你很值得消息 切得老毛病态了 我知道了 怎么了 你陪我去个地方 就得还我人情了 小莫终于开窍了 外婆可高兴了 外婆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你这是 带我见家长 怎么 有什么问题 大哥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已婚了 那又怎么了 您那个老公不是死了吗 说真的 你考虑下我呗 你 你担心陆老爷子 他那你放心 我会去说的 除非 你舍不得 不是 我是因为 叶叶 快来 吃饭喽 吃饭 吃饭 来了 外婆 都是我的拿手菜 来 念念 谢谢 谢谢外婆 外婆 你把我给无视了 你还知道讨人闲呢 念念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要孩子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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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 我们呢 雅俊献过几个二人世界 是不是啊 哈哈哈 吃采 好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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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怎么那么眼熟 嗯 这笔给外婆 她在厨房 哦 我先 没东西看到 没有什么 等等 我再看看 看看 没什么看的 小说照片 还害羞 真是 差点被发现 嗯 嗯 收敛的事不用 你把我放着就好了 要是被我公公看到我从别的男人车上下来 我就完蛋了 我没有没做亏心事 苏小姐是把婆家发现我这个 野男人 我和你又没有什么 我怕什么 糟了糟了 完了完了 这么紧张 拜托 那可是我公公 跟她发现我就完蛋了 哦 啊 哎 哎 你干什么呀 我公公疑心病很重的 要是被她发现 她会打死你的 那我更得跟她说清楚 哎 哎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把她支走啊 哎 哎 求求你了 拜托拜托 拜托啊 拜托啊 小伙子 怎么回事 这是陆府 怎么随便停车 赶紧开走 好 好 苏小姐 那我这次帮你了 你要怎么报道 我 我都给你当替身女友了 你也欠我个人情 我们两个扯平了 不过 你外婆的这个镯子 我就先替你说着来 小伙子 对人和你的温柔 我都捅 你的微笑 小夏日 哎 有屁快放 我就说你祸害一千年 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你说你没死不回家 撞什么失踪啊 这是我的事 这是我的事儿 干嘛 你不会以为飞机失事是我搞的鬼吧 你想多了吧 你能有这脑子 陆进廷 我是没这脑子 总好过某些人 不敢告诉自己老婆自己大名吧 我跟你说 在这件事情上你管住自己嘴巴 哎 你说你那老婆 人前对你一往情深 人后都不知道你是哪根草 又不要我 不用 我自己会解决 行啊 小爷才懒得管你这些破事 我来就是告诉你 你老婆今晚可能要搞事 原本以为摆脱苏家就够 可是苏八凭你欺人太甚 既然如此 就不要怪我抢你相吗 苏小姐 我们老大请您进去 你老大是 林沫 那个富二代也在这儿 我的相互容自有着落了 还真是你啊 哎 我可想死你了 怎么 你也想我 当然 我还给你带了一份小礼物 成东项目计划方案 你做的 那肯定很不错 所以你不是想我 你只是想让我付钱吧 我这不是想着 大家都是好兄弟吗 当然是有钱一起赚了 你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跟我说 任何事情 那必须的 我的要求呢也不多 就是 哎 嫂子在这儿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大嫂 陆家的大少奶奶 松念 故意把火我身上掩饰吧 嫂子 我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我哥的青梅竹马 今天好像也来了 陆静庭 敢威胁我 还敢裁我 小爷今天 就让你后院着火 什么 陆城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一点家事 那你们先聊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现在的豪门门槛 还真是低 什么猫儿狗啊 都过来丢人现眼 还穿得这么寒酸 你们苏家 该不是要破产了 苏家现在还没破产 不过 你们都努力 争取让苏家 早点破产 好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就是静庭哥的 那个迷魂老婆 你是 瑶瑶可是秦家的 大千金 从小和陆少爷 一起长大 要不是那次飞机失事 她才是陆家的 大少奶奶呢 原来这就是 陆静庭的青梅竹马 像你这种 为了嫁进豪门 不顾死人的便宜货 还好意思站在瑶瑶面前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嘴臭不是你的问题 熏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苏念你这个剑 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先撩着剑 喂 王总 我在宴会上看到苏念了 你放心 这次我保证 把他送到您的床上 我儿子那个项目 您可别忘了 好 既然有人收拾你 就不用脏我的手 苏念明 你干什么 年年 听说成都那个项目 是你帮陆家谈下来的 是啊 听说苏家更是损失惨重啊 以前是爸爸不好 我知道 这样 爸给你没故事 陆长 过来一下 你将洛尔少跟着你 怎么了 嫂子 把他给我摁住 苏念 你干什么 自然是 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了 你 走 嫂子 接下来干嘛 当然是把王总 那个老色批叫过来 让他们好好玩玩 没问题 苏小姐 还真是雷厉风行啊 你再放几个记者进来 把今晚的处文报到出去 陆家那边有消息吗 自从把您去世的消息 放出去之后 陆家二房那边 正在大量收购陆氏的股票 明显坐不住了 果然是这个二房 走 跟我去见见那个 陆浩天陆老二 太高笑了 昨天晚上 苏八平和姓王的 都被躲到酒店门口了 念念 你果然每次一出手 就是大招啊 这算便宜他 你该不会 真的准备 给你那去世的老公 守一辈子火挂吧 你可是 连恋爱都没有谈过 守 当然要守 我不光要守 还要给他守一辈子 怎么会这么巧 陆浩天刚走 苏小姐也在这儿 巧合罢了 你盯紧陆浩天 守一辈子 帅哥 你是 我是念念的朋友 咱们上货 你好 我叫叶灵灵 是念念的好闺蜜 坐坐 你怎么来了 我路过 趁我看见你 念念 你在哪认识的 这么极贫的男人 真喊不冲啊 大姐 有没有搞错 已婚 你那算 结了哪门子婚 帅哥 你有对象吗 我还没有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闺蜜 有钱 有盐 还死了老公 我倒是挺乐意的 这个主要看她 叶灵灵 你是真不怕我一口盐浸水喷死你 吃东西还堵不上你的嘴 念念 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帅哥 一会儿帮我送一下我闺蜜 拜拜 不好意思 我这闺蜜症 也挺难 我觉得她说的挺对的 你考虑一下吧 我考虑什么 我 帅哥 有机会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谢谢谢谢 不用 不好意思 她呢 是我的人 帅哥 我 等你离婚呀 帅哥 我 等你离婚 妈 笑死我了 带你回家 干什么 飞机失事的证据都清理了 不会有人发现 我们不是说好的 你负责榜人 我借着救人嫁入陆家 你竟然变光把陆静廷弄死了 只有陆静廷死了 陆甲才能落到我手里 苏聂 她怎么在这儿 小奸人 霸占着陆少奶奶的身份 还和别的男人鬼混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照片到底是谁拍的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让他传出去 要是被陆老爷子发现了 那我就进不去陆家了 怎么样 照片拍得好吗 秦瑶 原来是你拍的 你叫我来这儿干什么 当然是替死区的静廷哥来教训你 像你这种不守复道的女人 该死 你误会了 我是 你什么年 就知道你会强词夺理 不过 过了今晚之后 你出轨的事情 就彻底被坐实了 神经病 想跑 没门 秦瑶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 这两个人身上都有霉毒 今晚过后 我让你知道到底是谁有病 怪不得陆静廷死也不肯去 像你这种女人 村里的狗都嫌弃 找死 我警告你以后不许再碰他 没事吧 陆静廷竟然没死 我真没事 放上去 别别别 我真没事 不就是被那疯女人打了一下吗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可以告诉我 我的老 我的朋友 没有让别人欺负的道理 知道了 你真是个好人 等等 你这怎么回事啊 小少 没事没事 你拿过来 真没事不用了 我再晚点就好了 倔强 别动啊 等等 可爱吧 这个太娘了我不听 老子速到三 快点 一 二 电话 电话 喂 爸 我马上就回家了 好 这么怕你老爹啊 这可是我老公的爹 放你你不怕 要是让老爷子发现我的事就惨了 我走了 拿着副手的 带着 老大 老大 秦瑶怎么处理 他打算怎么对付念念的 就怎么对她 另外 去查查秦瑶 她一个人没这么大胆子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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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浩天既然你没死 我就会让你乖乖回到我身边 陆浩天 我们都被骗了 陆浩天没死 不能喝 这酒被下药了 下药了 我刚才在外面 看到一个人 规规随随随的往里面加东西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放心 这酒完没喝 不行 这里太危险了 你跟我走 太可怕了 幸好没事 到底谁要害你啊 不知道 不过你放心吧 不管是谁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谢谢你啊 不用谢 你不是也救了我吗 我们就算是两两相抵了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救你可是三次 两两相抵 我好像吃亏了 那 那你说你要做什么 你别这样 那陪我喝一杯总行吧 放心 这就给没毒 完了 我不会把林木给睡了吧 十五二十十 嗯 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把十个男生九个都小 到现在还有五个人在追我 还有一个长得超级帅 幸好没酒后乱想 幸好林木没醒 要不然我名声不保啊 嗯 啊 嗯 跑得倒挺快 嗯 嗯 大大 若浩天已经把射击您飞机实施 藤武陆氏公款的事情都交代了 我们要收网吗 不急 他一个人没那么大胆子 先把背后的人调出来 在一起收拾也不晚 好 年年 苏建民和苏浩是不是又为难你了 妈 你别担心啊 我现在可不怕他们 我现在厉害着呢 年年 有件事情 妈一直瞒着你 你说 其实 你不是我今生的 你 你又在这儿胡说什么 当年 你就躺在大街上 销链都冻紫了 我看你可怜 就把你抱回家了 这个长命锁 我发现你的时候 就在你的怀里 这个长命锁 全是他 全是他 年年 送给你 陈哥哥 这是什么 长命锁 我妈妈说 这是为我将来的媳妇准备的 你就是我将来的媳妇 媳妇是什么 我这锁很好看 我非常喜欢 有意外陪你 绝为以来 相识 年年 你拿着这个长命锁 去找你的亲生父母 别被我 连累了 你胡说什么呢 什么亲生父母 我就你一个妈 你不要再乱说了 你怎么在这儿 那天跑那么快干嘛 把装备了吧 这不是我的东西啊 别动 我说是你的 就是你的 你说的我都听不懂 那个 我妈休息了 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啊 谢谢你送我回家 怪不好意思的 哈哈 不行 啊 洗衙圈带 想什么呢 你以后开车能不能慢一点 小赵回来请陈一趟 我不回去啊 我还得找我妹妹呢 有个惊喜给你 要不要 你不过是想让我回去 给你随份子是吧 哦 消息够灵通的 你都知道了 哎呀 整个圈子现在谁不知道 你家老爷子 给你找了个迷婚老婆 我说啊 你小子艳福不浅 是艳福不浅 到时候带你见见他 不是 哥们你才真的 对啊 哎呦 哎 你看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啊 你个万年铁树都开花了 行了行了行了 不跟你扯了 等到时候建了长命锁 我看你笑不笑得出来 早上好 早上好 都知道我前两天结婚了嘛 给大家发点喜糖 蘸点喜气 恭喜恭喜 那边那个是新来的经理啊 对就是他 经理 你也吃点糖吧 秦瑶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公司又不是你开的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架死人的糖也分享给我嘛 晦气 晦气 真晦气啊 你 像你这种败金女 连死人都嫁 真恶心 哦 你想嫁给一个死人啊 人家还不要你 贱人 怎么 撞你废管子了 往修成路了 你这个贱人 你别得意太糟 嘴这么脏 帮你洗洗 我 要你死 干什么 救命 啊 哦 嘿嘿 你是谁啊 放开我 我是陆氏集团陆静婷的妻子 我找的就是陆静婷的女人 你们两个 给我玩死她 别过来 别过来 我是陆家的人 陆家不会放过你们的 别碰我 把嘴给我堵下 我走陆静婷的崽子没死 还敢掺 我让他看看 那女人被玩死的样子 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 赶紧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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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跟我追 怎么不唱你 难听死了你唱 哎 我说陆大少啊 你是不是真和你老爷子 给你找的那个冥魂老婆发出了点啥 你看你现在这气色 这小脸 一看就让人滋润过了 烦死了 喝酒 老大不好了 夫人被卢好听抓了 哎 老陆 你们两个废物 你还真是厉害 跑 继续跑啊 今天 就是你的死去 让他 陆建庭 你们我就是陆建庭 陆建庭 你怎么找来的 嗯 嗯 怎么样 医生说你运气不错 都是皮外伤 就是这个脑袋吧 啊 托您的福 被您的仇人追杀差点灭丧黄犬 不是 我是该叫你陆大少呢 还是助人为乐的李莫先生 都可以 叫我老公也行 陆建庭 你耍我很好玩是不是 那 这个你就冤枉我了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嘴上对我一往情深的妻子 完全不认识我 蛮离谱的 我那是 他说情况嘛 好吧 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来捉弄我 那我认 不过我保证 等我出院之后 我立马把行李搬离路径 怎么 你要跟我离婚啊 不至于不至于 我们两个又没领证 你这话说到底了 许一啊 把我跟邵夫人的身份证送到名证据去 陆建庭 陆建庭 你就这么和我结婚啊 是差点意思 我知道了 你们有钱人结婚前不是都会定一个什么婚前协议吗 以防离婚后被老婆分手 那 这话我只说一遍啊 我陆建庭的字典里 只有丧 没有离婚 嗯 夫人你想说什么你说吧 啊 那个 你能不能别笑我夫人 你看 我鸡皮疙瘩都起了 那叫你什么 老婆 亲爱的 太太 宝宝 宝贝 好了好了 珠珠 别说了别说了 我有个正事 你飞行失事那件事情 是天灾还是人物 是我二叔陆好听 他以为帮我干掉 请他寄成陆家 那不是还有陆成吗 怎么能轮到他这个二叔 可能他觉得陆成蠢 容易对付 好了 不说了 我送你回家 那你呢 宝宝 婚斗结了肯定是跟你一起回家 俊庭 哎 不可能 眼又滑了 哎呀 没眼滑 真的是我 呀 臭小子 你还活着 命真硬 怎么都弄不死你 有亲爹这么说话的吗 还不是因为你给我娶了个好老婆 我这一高兴啊 就诈尸了 那当然是我的功劳嘛 年年对你一往情深 我就成全你们俩 确实是一往情深 哎呀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哎呀 好看吗 天哪 这是我免费能看的吗 你怎么在这儿 我希望你有点已婚夫人的自觉 这什么自觉 起码不会在深更半夜 问你的合法丈夫 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的婚房 你还没洗澡呢 你去洗澡 洗完之后呢 什么洗完之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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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女孩子睡觉也打祸 放心吧我不会想碰你 天哪 谁说陆静廷残暴冷血的 这也太体贴了吧 哥 昨天晚上辛苦了 闭嘴 念念 你们快沉热吃 这是我让厨房准备的 大补 特别是你 静廷 再努努力 争取明年 让我抱上大孙子 爸你别造型了我忙得很 这怎么能吃瞎操心呢 你确实该努力了 你是不知道你没在的时候 爸都差点让我跟嫂子 你个不孝子 胡说八道什么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哥活着 为什么不告诉我 爸还记着呢 爸我吃好了 我先上班去了 我送你 我走了 你故意的 怎么了 我送我老婆上班 要一个亲戚很过分 也不是不行 那你下次 你要跟我说一声 等等 又怎么了 刚才路程说 老爷子之前让你们干嘛 只有我真不知道 你要不去问他们 你确定 我发誓 行吧 但我跟你说 他俩都不是什么正经人 没事离他们远一点 别被带坏了 遵命 去吧 拜拜 秦阳 你又想干嘛呀 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上次没收拾够是吧 你算哪根葱 我今天是来找陆静婷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没死 你这个假夫人 马上就要被赶出陆家了 哦 好厉害 静婷哥 你终于肯见我了 我知道你去世的消息 差点都跟你去了 我跟你很熟吗 怎么可能 小时候我哥带着我们 三个人经常一块玩的 你都忘了吗 你还说过 要娶我呢 我还说我要打NBA呢 星庭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哥 我被人欺负了 谁敢欺负你啊 苏念 你知道那个女人有多歹毒吗 她 苏念 来一趟会客室 有人找 好的 你好 您是 你好 我是秦少 找我有事 我是 琴瑶的哥哥 没想到 我才离开了这么点时间 却有人敢欺负我妹妹 还真是胆大妄为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替琴瑶那个小白脸出头的 想让我道歉 没门 苏念 我要仗着你是陆太太的身份 就在这里为所欲为 哦 你是陆静廷的朋友 那好 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以后你妹妹还敢惹我 我不光要打 还有我私立的 你 你什么你 陆静廷怎么会有你这种朋友 真是无理曲呢 哦 他怎么来了 你 哎 怎么 我来找陆静廷 我还得跟你说一声是吧 哦 什么情况 他是我老婆 你这样跟他说话我K你啊 陆静廷 咱俩二十几年兄弟 你就这么重色情有 秦少 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 难道就是因为秦瑶 哎 这可不是因为瑶瑶 是因为你这种表里不一的女人 根本配不上我兄弟 秦少 你 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念念是我的女人 你这样不尊重她 我真对你不客气 你还真是狗有李动鼻是吧 行 早晚有你小的吃亏的那天 哼 哼 秦少怎么跟他妹一样 脑子都有问题 不生气 秦少人不患 是脑子有问题啊 嘿 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嗯 我也没想过他们 小时候的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我现在就是觉得 我跟我妈两个人 好好地生活就好了 就和你妈 那我呢 今天 稍而不易 稍而不易 继续继续 走走走 臭小子 哎呀 凶死人了 哥 哥 哥 苏念都快欺负死我了 为什么你不替我报床 哼 哎呀 你说这话 可真是误会哥了 要不是靳庭 拼死护着那个苏念 哥早就把苏念赶出陆家了 靳庭哥居然当着你的面 也为我那个贱人 哥 你怎么说话的 虽然那个苏念品行恶劣 但是你也不能张口闭口 叫人家贱人 爸和妈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 哥 我这不是太难过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靳庭好像对那个苏念是认真的 可不好再插手了 瑶瑶 你不要再执迷靳庭了 他也不喜欢你 啊 你先一会儿 我去给你倒点水 好你个情少 你不帮我 等我坐上陆家少女呢 我一定要让你后悔 今天不把股份弄出来 我弄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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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浩你给我揍手 你 你走不走 我杀了你 妈妈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念念你 你不要和他打 会去亏 妈 苏浩 这里不欢迎你给我滚 老东西 你还不知道吧 你这个女孩先给了个死人 你看你这医药费 都是靠他卖得来的 什么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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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妈 苏浩 我妈要是出什么事 我跟你拼命 那老东西经不起刺激 问我什么事 罗民国 嘴巴放干净点 你他妈 陆 陆 陆静庭 你没死啊 谁说我死了 动火女的胆子真不小 姐 姐 你快解决姐夫 不然我就要被打死了 快 莫苏 静庭 好了静庭 我妈快出来了 不长眼的 赶我们本小姐车上撞 我是苏浩苏家大少爷 苏浩 你敢让我试试 苏浩 有没有兴趣和我做个僵硬 啊 妈 你醒了 年年 苏浩说你 你嫁给了个 妈 您别听他瞎说 他就见不得我好 我确实已经结婚了 不过我老公就在这 他叫陆静庭 本来呢 是想等您出院再跟您说 给您个惊喜来着 真的 是真的吗 我跟念念已经结婚了 现在啊 就等您出院 见证我们两个的婚礼了 嗯 太好了 我的念念 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这样 我也就放心了 啊 念念 静庭 你们一定要 好好的 啊 好好的 好了 医生都说了 妈这次没有大碍 不要难过了 静庭 谢谢你啊 说什么呢 臭小子 早这样就好了 罗罗帽帽 给我造大孙子 我送你回房间 嗯 老婆 还有装到什么时候 还装 陆静庭 你又欺负我 我刚才可没有欺负你啊 现在才是 这说起来我又帮了你一次 是不是应该 报答我一下 怎么 怎么报答 当然是把我们的 新婚之夜给过 啊 对不起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姐姐 我的大哥们 喜欢你 陪他们玩玩吧 火宝箱 我会让我爸给你妈掏医药费的 有病 哎呀 我姐姐是个厨儿 加油 干什么你们 放开我 放开我 快跑 好了好了 以后你的日子还有我 那些伤害你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苏家的账 我自己清算 你妈的股份 你舍得拿出来了 爸 您说的对 您养我这么大 我应该好好孝顺你 你个白眼狼 不会又憋着什么劲儿整我呢 不是 我把股份给你们 只求你们不要再打扰我妈 她真的不能再说一点刺激了 原来是为了你那个短命的妈 爸 如果您没有什么需要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当然有 陆锦廷没死 你没让他给苏家 表示表示 您是说 给苏氏投资吗 算你聪明 这件事 我得回去和陆锦廷商量商量 到时候我再联系你 好吗 果然是爸的乖女儿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陆锦廷 你真棒 苏建民上钩了 主动要给他投资 那你不得叫我一声好听的 老公 你们现在年轻人 一天光知道叫啊叫 就不能干点正事 你怎么还偷听呢 还不赶紧回屋 给我造孙子去 海中 陆锦廷 你又欺负我 我刚才可没有欺负你啊 现在才是 这说起来我又帮了你一次 是不是应该报答我一下 怎么 怎么报答 当然是把我们的新婚之夜给过 对不起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姐姐 我的大哥们喜欢你 给他们玩玩吧 我保证 我会让我爸给你妈掏医药费的 有病 哎呀 我姐姐是个厨 加油 干什么你们 放开我 放开我 快跑 好了好了 以后你的日子还有我 那些伤害你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苏家的账 我自己清算 你妈的股份 你舍得拿出来了 爸 您说的对 您养我这么大 我应该好好孝顺你 你个白眼狼 不会又憋着什么劲儿整我呢 不是 我把股份给你们 只求你们不要再打扰我妈 她真的不能再受一点刺激了 原来是为了你那个短命的妈 爸 如果您没有什么需要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当然有 陆锦廷没死 你没让他给苏家 表示表示 您是说 给苏氏投资吗 算你聪明 这件事 我得回去和陆锦廷商量商量 到时候我再联系你 好吗 果然是爸的乖女儿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陆锦廷 你真棒 苏建民上钩了 主动要给他投资 那你不得叫我一声好听的 老公 你们现在年轻人一天光知道叫啊叫 就不能干点正事 你怎么还偷听呢 还不赶紧回我 给我造孙子去 都给我进来 你们该干什么 不用我说了吧 静庭 哎呀 看来 这次老爹不会轻易让我们混过去了 那怎么办 那我就 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喽 放心了 我不会想破你的 但是你记住啊 你欠我一个新婚业的 要还哦 睡觉 两个不成器的东西 小宝贝 你是砸出来的 知道不 我就不相信我孙子出海 静庭 今天晚上我打地铺吧 前几天都是你 哎 不用 念念 你怎么了 我好热 是不是生病了 你也好疼 我就知道老头子不会善罢敢休 这种损着都想得出来啊 念念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坚持一下好不好 什么坚持 我好热 念念你不要后悔 念你还没走出那顿音音 我不能强迫 你坚持一下 马上就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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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要给我大孙子买衣服去 老头儿 你大把夜不睡觉 炮哥门口干嘛 噓 你也太唯老不尊了吧 小梁给我强教你都听啊 你还别说 我哥这频率还挺猛的 哎呀 哎呀 那当然了 小子 你说谁为老不钻呢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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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小苏啊 这个项目已经谈好了 你就拿过去签个字 我现在有点事走不开 没问题 燕先生 呦 孙小姐 你这什么意思 孙小姐 来都来了 总不能不签字就走吧 孙小姐 是你自己托 还是我给你托呀 反正在这 你喊破喉咙 都没有人来救你 哈哈哈哈 帅哥 你是图钱还是图人啊 图钱的话 我有的是钱 图人的话 你知道陆静廷吗 陆静廷谁不知道啊 你是他什么人 他竟然是陆静廷老婆 请要这个小贱人 竟然想坑死我 苏小姐 你是来签合同的吧 来来来 我签 哎 哎哎 小姐给啊 你说好 你说好 哎 来来来快 哎呀 哎 带我来这干什么 哎呀 进去你就知道了 走 来 开始 刚才 瑶瑶不是说 她跟别的男人 过来偷情吗 你就带我来看这个 啊 静廷 你怎么来了 啊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 我今天来是签合同的 签完了没 牛公这是被秦瑶给收买了 还好我急着 要不然又被亲友考了 走 哎 哎 小老迪再见 哎 姐姐再见 有谁欺负你 直接告诉我 哎 哎 我就不应该听瑶瑶的话 陪着她在这胡闹 哎 陆静廷 你快放我下来 萌 真有我当年的风范 哎 哎 哎 陆静廷 你轻点 哎 你弄疼我了 我不喜欢你跟外面的男人靠那么近 那个人是琴瑶派来招我 你听清楚了 离外面那些老男人远一点 哦 陆大少你这吃醋了 嗯 你吃醋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嘛 哎 我还没看够呢 事情拍得怎么样了 小苏 合同签得怎么样了 嗯 这 那个 合同不仅签了 而且 签得很顺利 恐怕是要让某些人失望了 小苏说笑了 合同签下来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哎 我倒是没在你们脸上看出来有多少高兴啊 嗯 废物 昨天的事情 果然是他们两个联手高的贵 苏氏的事情怎么样了 苏建勉已经查试到那些钱要打水漂了 但是 已经晚了 很好 可以收网了 年年 乖娘 你得救救爸爸呀 爸 怎么了 前几天 陆氏投资那个项目出事了 公司现在有一大批资金的缺口 还不上钱 银行就要把公司收走 那怎么办 乖娘 我们是一家人 你可得帮帮爸呀 嗯 你不会以为我会帮你吧 我就是要看你破绽 你什么意思 你来这儿求我 不会是以为我真想帮你吧 原来是你在故意害我 你个小贱人 你自己瞅 怪别人 你 怎么 想打我老婆 他他他他 放开我 苏建民 好好准备一下吧 过几天 我就去收公司 收公司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些股份是假的 谁知道呢 各位叔叔 我手里是我母亲留下的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苏建民手里的 就百分之二十七 所以 接下来由我 接受苏氏集团 哼 就凭你 你个乳绣未干的 黄毛丫头 你也配 那孙叔叔是觉得 您配啊 你 臭丫头 你别嚣张 现在我手里拥有的 股份是最多的 我接受苏氏 有什么问题吗 你毕竟 羽衣未封 叔叔们也是为公司着想 嗯 林叔叔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好 那把公司现在最大的单子给我 我去谈下来 哈哈 哎呀 果然是没有见过 市面的黄毛丫头啊 公司最大的单子 苏总谈了三年都没谈成功 就凭你 怎么又是秦少 往哪儿看呢 不让破 看看不行 静婷 你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好吗 我知道 等你玩的 如果不让苏建明他们付出代价 你的心结是不会解开的 不会的 你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备成项目书 嗯 我要在三天之内 把这个项目书做完 要不然 公司内圈老家伙又要说三道四的 又是和秦氏集团的合作 真是原家路窄 原来是跟秦少的合作 要不要帮忙 不用 我自己搞定他们 你之前那个长命所还在吗 在啊 给我看看 那 这是 这是 妹妹的长命所 陆锦婷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的 我妹妹现在在哪儿 你妹妹在哪儿 我怎么会知道 照片是我偶然查到的 陆锦婷 你知道我这些年 为了找我妹妹付出了什么 你现在知道什么线索 赶紧告诉我 哎 怎么跟我说话的 行吧 我就给你治个招 你呢 别去招惹苏念 然后凡事顺着她 听到没有 不是 喂 我 哎呀 陆锦婷你故意的是吧 就因为苏念那个女人 又是你 你来干什么 秦总 我这次是代表苏氏和秦氏坛合作的 哎 那个 你先把策划拿来我看看 啊 哎 哎 哎 苏念 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 哦 当然了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哎 哎 苏念 你怎么在这 当然是 赚钱了 嗯 这下 各位叔叔 还有什么好说的 嗯 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小苏总果然比苏建明厉害 是啊 是啊 小苏总坐这个位置实至名归 恭喜你啊 前面 小苏念 喂 陆金亭 我好像被人跟踪了 有两三个人 我现在在 武国城这个小巷子里 你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给我开定位 我这就过来 别急 我马上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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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派你们来的 我可以给你们钱 都给你 两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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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莱明 啊 啊 别动 不然我就杀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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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金亭 陆金亭 啊 啊 要不是你得罪人 陆金亭好端端的 怎么会躺到里面去 你就别在这假惺惺了 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当初你就是利用陆金亭的消息 才下过来 现在你还在这利用他 哎 你说你的心机怎么就这么重啊 我还就真不知道了 你到底给他下了什么迷魂药 七少 我们老大还没醒呢 你就别说了 哼 医生 他怎么样了 陆先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幸好刀子没有伤到药害 太好了 我能去看他们现在 可以的 病人已经被转去病房了 啊 啊 啊 喂 什么 你说苏建民手里 有我妹妹偿命锁的消息 行 还是去让妹妹比较重要 都怪我 都是我害你受伤的 我从小经历了很多事情 原本我以为 我这辈子就会这样过去 可没想到 上天安排我遇到了你 陆静庭 我都想好了 以后我们就好好地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了 好不好 你说了可是真的 陆静庭 你什么时候醒的 又搞这种把戏 灵灵 我真的很庆幸 这辈子能够遇见你 我不管你之前遇到过什么困难 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陪着你 有什么我们一起面对 好不好 嗯 对了 你现在伤还没好呢 你先睡一会儿 我就在这儿 有什么事你叫我 你刚才都这么说了 哎 那我是不是可以 陆静庭 你现在身体又不行 像这种事情 谁不行了 再说了 我说的是亲亲 你说的是吗 伯父 医院那边说 静庭哥已经没事了 您别担心了 来 您先喝口茶 哎 这个不省心的东西 上次就差点出事 这次 要是再出事 我这把老骨头 也活不下去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能怪静庭哥 是苏念 听许义说 是静庭哥为了救苏念 才挨了一刀 你意思说 是苏家人 误伤了静庭 瑶瑶 你马上给我备车 我要到医院去 查个究竟 好 苏厚你这个废物 你差点杀错人了 你知道吗 哎呀 那些人太冲动了 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 教训有什么用 你就庆幸陆静庭没事 不然我弄死你 伯父 车已经备好了 我带您去医院吧 走 静庭哥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你居然还缠着他 做这种事情 静庭哥 你没事吧 秦阳 你要不要脸啊 有副支付你也敢碰 你来干什么 你 是我带他来的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要不是秦瑶守着我 我早就昏死过去了 念念 静庭这段时间 就麻烦你照顾了 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有话说 哦 静庭哥 你伤哪儿了 严不严重 苏念 哎 当初 要不是看着 你对静庭一片痴心 我不会让你嫁到我们陆家的 但现在看看 静庭为了你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爸 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 我会好好补偿静庭的 补偿 怎么补偿 自打静庭回来 我原本想着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结果 你和静庭都没同过床 我 爸 我和静庭 行了 不用解释 这次静庭好了 你怎么说 都要和静庭 做回真正的夫妻 要不然 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媳妇 啊 老大 老大 有线索了 说说看 那几个人 都是苏家雇佣的 被发现以后 全部都交代案 我就猜到是他们 派的那些杀手 都是雇佣兵 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雇佣兵 嗯 苏家怎么能接触得到雇佣兵呢 对啊 苏八皮就算有这个胆子 他也接触不到这些人啊 许一 继续唱 那苏家那边 你自己解决 哦 我想想 我觉得 既然苏家背后有人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先不动苏家 然后用苏家 把背后的人给 调出来 哎呀 少夫人好谋略啊 灯蓬 没啥事了吧 吃了 吃了 你呢 现在就好好休息 等你休息好了 我们就一起回家 嗯 前面老头子跟你说了点什么 嗯 他说 让我们赶紧同房 生个孩子 不过我跟他说了 你现在身体还不行 又说我不行 陆静庭 流氓 那我也就是对你流氓 那 等你好了 我就答应你 你说什么 我什么都听不见啊 我说等你好了 我就什么都答应你 什么都答应 包括什么 陆静庭 你怎么这样 哎呀呀呀呀 哎呀呀 哎呀 坐坐坐坐 坐 静庭 哎 从医院出来就好 我教人准备了饭菜 给你也接接风 去去会起 哥呀 你命是真大呀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你啊 静庭哥 念念 嗯 记得在医院 答应我什么了 哦 你说生孩子那事 啊 我跟念念真有此意 啊 哎呀 这家伙 摇摇 怎么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要回去 先休息一会儿 没有 伯父 摇摇好着呢 就是 摇摇太羡慕 静庭哥他们 那么恩爱 摇摇 摇摇 你也老大不小了吧 是不是 也该找另一半了 伯父说的是 小成 小成 你觉得 摇摇怎么样 爸 那个 小黄会等我呢 不开窍的东西 伯父跟你开玩笑 别生了小成的气 怎么能伯父 反正我喜欢的人 不是他们 也不知道那小子 给我灶没灶 也不知道那小子 给我灶没灶 妈 我和静庭 已经决定了 要好好过了 今天我们来 就是来接您回家的 妈 陆家那边的医疗资源更好 您到时候啊 就去我们那边好好养病 正好啊 念念还能陪着你 好 好 能看见念念幸福 我 我就放心了 灵庭啊 来 过来 灵庭啊 你 你是个好孩子 我把念念 交给你 我 我就 放心了 你很好端端的 说这个干什么 当然是您自己照顾我 您才能更放心 念念 我必须说 那个查明所 我让你找到 你的亲生父母 你一定要 找到他们 妈 你好端端的说这话 做什么 我只认你一个 妈 您别再乱说了 你 你 来 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 别乱说 你 你 别 别 伤心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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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妈 医生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妈 医生 我妈怎么样了 抱歉 病人没有抢救过来 请起来 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好好的吗 他不是要康复了 是不是搞错了医生 我们在病人体内 发现一种罕见的病毒 但暂时还不确定 是什么毒 需要进一步解剖化验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中毒 什么什么解剖 我不相信 我去找我妈 念念 念念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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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倩明 我妈是不是你害死的 老子都不知道她在哪个医院 她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你害死的我妈 等我找到证据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那个妈死了就死了 活着也是浪费时间 死了 是种解脱 你们这些畜生 等我找到证据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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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盧鉴亭 啊 啊 盧鉴亭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苏联 我一直都在 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手段 转换苏建民最近的动向 这些都什么 就没有他的犯罪证据吗 苏建民最近 有什么异常举动吗 那个老狐狸好像故意防着我们 最近没有什么客人见面 继续盯着 就不行 落不出狐狸尾巴 有消息了 苏建民今天晚上 在希尔顿酒店 定了监房 走 哎呀 幸亏 你那天痛做快 神不知鬼不觉 就把那贱女人给弄死了 他死了 苏念 自乱阵脚 苏家 早晚会回到我手上 放心吧 那个毒十分精妙 就算医生 发现有毒 验尸的时候 也不一定会查出来 查不出来就好 老苏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就给我这点钱打发我 是不是有点爽呢 别急 等我把苏氏 完全夺回到我手里 我让你做苏家的女主人 好不好 喂 苏总苏总 你去拿他们的证据 一定要小心一点呀 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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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啊 啊 初见明 好久不见 女婿 你怎么来了 找我吗 我路过 听到点动静 啊 我跟人谈点事 要是没事的话 我送你啊 谈完了吗 我正好一会儿也有点事 你这房间 借我用呗 这 不好吧 那女婿 你自便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还说呢 我去你公司找你 你助理告诉我 这么危险的是你自己一个人来 给苏建民看见了你怎么办 这不是有你在吗 幸好你来了 爱你 磨磨的 你就说说 那你还要怎样 这样 咱们这个项目成功之后啊 我们公司啊 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哟 这不是我们公司的前董事长吗 怎么有空来这儿 我记得 我们苏氏好像没有耗子 怎么还有狗来拿呢 苏念 你他妈骂什么 你怎么来了 现在苏氏 我是负责人 我怎么不能来了 还是说 你们知道我可能来不了 今天是你的叔叔们叫我来的 你刚接受公司 成绩虽然不错 毕竟缺乏点经验嘛 哦 是啊 念念 你爸爸的管理能力还是不错的 哦 他们背后到底是谁呢 那就将计就计 好 那既然叔叔们都这么说了 我就不拦着了 嗯 不过 爸 弟弟 你们两个可要小心点 可别把自己 给玩进去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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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苏总 苏建明跟苏浩也太猖狂了 你怎么不收拾他们 不急 先让他们狂两天 到时候 有他们好看的 前两天 我在酒店拍到了苏建明的一点好东西 过两天 得看好戏 苏总你也太酷了吧 嗯 段定 走 女儿已经找到你被害的证据了 过几天 你就可以安心了 年年一定会给您报仇的 年年一定会给您报仇的 妈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年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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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建明 啊 啊 啊 咱们不是跟着苏建明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找他的女儿 苏建明那个老狐狸 用长命锁的消息让我帮他办事 我就算答应了 怎么可能会坐以待毙 苏建明对这个女儿这么不好 这其中难道另有隐情 妹妹 你到底在哪儿啊 我那个女儿啊 终究是不成器 唉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带领苏家 做大做强 再闯辉煌 就你 也配 这哪儿有你说话的分 滚出去 苏念 我爸让你滚出去 你听不见吗 诸位是不是忘了 苏建明当初只是一个上门女婿 公司是由我妈一手创办 你抛弃弃子 是怎么有脸的 那怎么样 商场 讲究的是实力 不是儿女情长 这儿没有你仨爷的地儿 赶紧给我滚出去 好 实力 那我们就比比实力 我手里有我妈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论实力 你手里那点还真不够看的 爸 女儿 我知道你没有继承公司 不甘心 但你是苏家人 爸以后的东西 都是你的吗 听爸话 别闹了啊 我手里还有点好玩的东西 能让你身败名利 你真不怕 你可不孝女 少在这妖言活众 好好好 诸位请看 你那天都做快 人不知鬼不觉 就把那贱女人给弄死了 把她给我关了 大家看都看了 听也听了 现在关有什么用 苏建民 我妈她那么爱你 她把她的一切都给了你 你去亲手把她杀了 你简直连畅生都不如 你敢打我 爸 爸 你 大家不要信这个不孝女的 这视频是合成的 苏念 我爸平时对你不薄吧 你为了上位 就这么不择手段吗 我已经报警了 待会儿警察来了 你们就知道 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走 你个孽女 秦少 你搞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也是受人所夺 得罪了 你们不要过来 再过来 我就杀死他 你冷静一点 是你逼我的 你跟他们说 现在让我离开这里 然后给警察解释 说这是误会 否则 我就杀了你 苏建民 你冷静一点 你看 现在这里这么多人 你现在如果杀了我 你也活不了了 对不对 爸 你别怂啊 住手 你不要过来 要不然我现在就动手 我也是没办法 你闭嘴 我跟你说的话 你全忘了是吧 有你说 苏建民 你先把刀放下 你没有机会了 这楼下都是我的人 你跑不了 这样 我给你个机会 你去找个好律师 谈得好 判个十年八年 你就出来了 还是说 你就想找死 监听 没事吧 爸 爸 苏昊 你就这么走了 该心吗 这间房子 不是你的了 公司也不是你的 都是苏念的了 没想到 最后多便宜这个贱人 苏昂 苏昊 这不是你的错 都是苏念的错 是他夺走了原本属于你的一切 可恶 可恶的苏念 要是他死了就好了 所有的一切 就都是你的了 我怎么没想到呢 既然怎么弄他都阴魂不散 那干脆 他死了得了 苏念 这可都是你逼我的 根本就没有事情 还非要我来住院 无聊死 喂 陆静田 你有捉弄我啊 怎么样 还有哪里不舒服 有那么一点 这儿有点不舒服 那要怎么办呢 好了没 好了 你之前那个长命所还待在身上吗 一直在啊 怎么了 没事 你以后就知道了 神神秘秘的 不好了 谁让你进来的 陆伯父说 找不到陆成了 我给你们打电话 也打不通我才过来的 陆成 不会出什么事吧 那么大个人能出什么事啊 玩够了就回来了呗 可是这次陆伯父说不一样 陆成的保镖也不见了 你是 静婷 要不你去看看吧 我感觉 好像有点不对劲 那行 我去找找 念念 你好好看着 别动 别动 最后我就杀了你 你是谁 对方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两倍 三倍 没人家给的多啊 哼 苏念 现在就连陆建廷都在我的手 这次 我看还有谁能救 哼 静婷 静婷哥 静婷哥 你现在 只属于我了 你知道 我现在在干什么吗 马上 我就成为你的女人了 苏念那个女人 有什么好 她能以我爱你吗 可你却看都不看我一眼 不过没关系 马上 我就可以在床上征服你了 你怎么会醒 我给你下了那么多药 青妖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我不是将计就计 怎么会发现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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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妮哥 我真是太爱你了 我太想成为你 这送上门的东西 没有兴趣 青妮哥 说 陆浩天背后的人 是不是你 我说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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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通风报信 啊 晚了丁 在你给我下药的时候 他已经被我的人控制了 青妖 我没想到你的心机这么重 你哥来了让他收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晚了 苏联已经没有时间了 啊 你把你弄哪去了 你说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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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废话 赶快跟过来 苏浩 原来是你搞的鬼 是我 你的好弟弟 要杀你了 苏念 想不到 你自己也有今天吧 你冷静一点 你不就是想要缩世吗 姐可以给你 你还想要什么 房子 车子 钱 你想要什么姐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冷静一点 把我放了 好不好 你看 你现在杀了我 警察来了你也跑不掉 对不对 只要你把我放了 整个苏室我都可以给你 哈哈 苏浩你给我杀了父女 他也杀了他 只要他活着我们就要一亲死了 知道了 苏浩 苏浩你要干什么 苏浩 苏浩 苏浩你冷静一点 我可是你姐苏浩 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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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怪我 要怪 就怪你自己挡住了我的路 情妖说的对了 只有死人 才不会说话 苏浩 苏浩 苏浩你不能这么做 这都是犯法的 苏浩 苏浩 好 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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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仙婷 劉仙婷你快走 劉仙婷快走 老陆用力 老陆 你怎么样 先救她 救她 先救她呀 救她 生命锁 你 你是我妹妹 疼不疼 疼 妹妹 知道是你妹妹 晚了吧 老陆 这家伙怎么处理 你还敢放火 放完火你就跑 怎么不烧死你了 不是 报警吧 把他跟情要关一块儿吧 让他把这些年做的事 全交代了 你要是敢少交代一件事情 剥了你的皮 老陆 你要不要去爆炸一下 我没啥事 不过估计你事不小 走 行啊 慢点 哎呀 还好 没啥事 医生说过了 马上就会好 明明你才是受伤最严重的那个 却还要照顾我 能为老婆大人服务 那是我的荣幸 都这个时候了还油嘴滑舌 哎 博博 去脸 别动 伤害没好 我喂你 陆兴廷 昨天晚上晕倒前 我跟你说的话你还记不记得 你说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你再说一遍 你不记得就算了 你再说一遍吧 好 我爱你 陆敬廷 你故意逗我 我爱你 因为你穿上永恒的白色浑身 爱情有紫色红色蓝色白色四种颜色 维画中恋爱中绚烂的世界 天色色是美好的 吓到你了吧 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醒来之后看不到你嘛 想你了 哇 这么丰盛 你做的 这不是怕你没有胃口吗 本大厨亲自为你做的 我看看啊 先吃个水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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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乌云乌云快走开 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啊 啊 看来我老太婆来的不是时候啊 妈 吃饭 吃饭啊 啊 靳廷啊 以后啊 你们就这样恩恩爱爱的 外婆呀 还等着抱增孙子呢 外婆 这事现在还不着急 来 多吃点 多吃点 哎 哎 啊 啊 啊 呃 嗯 嗯 嗯 对了 不会是吃坏了吧 哎呀 哎呀 哎 哎 等等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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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有了 有了 小念念 你真是有喜了 真的 啊 哎呀 我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妈妈了 啊 念念 我以后一定要让你过得比现在还要幸福的 盼来这么久 终于盼来孙子了吧 嗯 嗯 哈哈 念念 你来 外婆这一方面有经验 教教你啊 怎么样养胎 不遭罪 快来 走 慢慢的 出去小心 哎呦 哎 哎 我要当妈妈了 哎 哎 哎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苏氏的大力支持 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接手苏氏 带领苏氏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关于你父亲杀害你母亲的事你会原谅他吗 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 他会受到隐有的惩罚 听说你还有个弟弟 前几天锒铛入狱 请问和你有关系吗 自作孽 不可活 我相信 人民警察会教育好他 来了 嗯 哎 公主请落座 好的 累不累啊 嗯 还好 小路子现在照顾我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嗯 当上当上 嗯 给捏捏啊 对了 秦瑶的事情 怎么样了 我给你看到东西 是我利用了路程 我和他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 卢浩天也是我的人 他就是一个朗天狗 我该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当然是把他对你的伤害都还给他了 不过我想 最后要不还是交给警察吧 就让他和苏华两个人 坐一辈子了 你觉得呢 妈 你的在天之里 终于可以安息了 聂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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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儿 那个 聂聂聂 聂聂 如果我之前 有对你做什么鲁莽的事情 你有什么事就冲着我来 别跟爸妈吱气 可以吗 我们找了你二十多年 没想到你就在苏家 聂聂 这些年 让你吃苦了 聂聂 是妈对不起你 你丢的时候那么小 我们查到你在苏家过的日子 那就不是人过的日子 妈妈对不起你 妈 别激动 妹妹这不是找到了吗 咱们以后加倍补偿她 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我现在 还有点没反应过来 自从我知道 我可能是解来的之后 我也不是没想过去找你们 真到了这个时候 我 还有点 不太能接受 我们可以给你时间 只要能够接受我们 亲家的一切 回来都是你的 对妹妹 哥哥也是你的 关你什么事 我只是说要原谅爸爸妈妈 什么时候说原谅你了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永远都不会原谅 别啊 妹妹 你让哥做什么 哥都答应 好不好 活该 谁让你当初那么欺负妹妹啊 害我们那么久才找到念念 你这是旧有自取 念念 一会儿 一会儿婚礼开始了 哥怕你饿 你先吃一点 不饿 拿走 有妹妹 哎哟 我的好妹妹啊 你就吃一口 吃一口嘛 谁是你妹妹啊 别乱讲 你 你不吃 哥心疼 念念 你实在不行 你就吃一口 秦少这个样子 我实在受不了 那你说 你叫秦少还是秦少 你说哥是什么 哥就是什么 来 来 新娘 你是否愿意 嫁给这位先生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不愿意 那么请新郎新娘 交换戒指 让我们 祝福一对新人吧 哎 我也爱你